Chinese by Chinese fun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Chinese by Chinese fun 大家好,我是Jenny 我是Z 欢迎登陆中文播客 我们今天要解析一段文字 是来自三联生活周刊作者逍遥 这是一段随笔的节选 这篇文章名叫 聊啥都行,别讲道理 如果大家对全文感兴趣 可以在网络上收到相关的文本 今天我给大家解析一下这段文字 我们通过中文播客高级讲堂的内容 来学习中文,了解中国 首先给大家讲解的是公号 什么是公号呢? 公号就是微信公众号的简称 中国人很爱用微信 也很喜欢订阅、阅读 转发微信公众号上的资讯 订阅一个好的微信公众号 可以学习到很多知识 了解到很多观点 如今在中国 几乎所有微信用户 都会订阅手机上的微信公众号 阅读微信公众号上的推文 人们在手机、微信公众号上获取了新闻、资讯 内容比电视、报纸还快还多 于是有了微信公众号 大家几乎不看电视和报纸了 是的 导致了很多传统行业的衰败 比如电视和报纸 这些微信公众号 都讲些什么内容呢 如文中所说 你需要什么内容 公号都有 换句话说 你总能找到适合你的公号 举个例子 倘若你喜欢作家逍遥的文章 就可以订阅他的公号 公号里的推送文章 就像餐馆里的点餐 你可以选择何口味的 需要的来学习 比如有投资理财方面的内容 教你如何创新 变成把握时代级风口的投资者和创业者 有感情方面的内容 教你如何把握感情 怎样掌握命运 拥有一个自己缩了算的人生 还有人际关系方面的内容 告诉你 社会就好比一个丛林 你身边有无尽的争斗和猜忌 匕首和陷阱 即便面对亲朋好友 制衡起来也要处处当心 必须学会处理好复杂的关系 才有资格安全生活在丛林之中 这里我们就请Zik为我们来念第一段 功耗看多了 每个人都能够附体 何况在每个个体的能够之上 还有更多的 各行各业的 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得 专家 顾问 在争着 抢着 要当你的人生导师 教你如何创新 变成把握时代级风口的投资者和创业者 教你如何把握感情 怎样掌握命运 拥有一个自己说了算的人生 告诉你社会就好比一个丛林 你身边有无尽的争斗和猜忌 匕首和陷阱 即便面对亲朋好友 制衡起来也要处处当心 必须学会处理好复杂的关系 才有资格安全生活在丛林之中 Greetings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ChinesePod Trivia Our first question is How long will it take you to become an intermediate Chinese speaker using the ChinesePod app? Is it A. The rest of your life? B. You should already be an intermediate speaker? C. Three months? Or D. ChinesePod has an app? That is incorrect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Three months That's right Head over to ChinesePod.com now To register for your access to over 4,000 lessons Get the ChinesePod app now on Google Play or the App Store 这里我要解释一下能不够 这三个字 这是一个陕西省的方言 是暗讽一个人因为有一些小聪明而洋洋自得 所以他就用能不够这三个字来形容 那第一段讲解的主题思想就是说 现在的公号内容多种多样 有的公号都很好为人师 那我们现在再请Zik为我们来念第二段 面对面坐下来闲聊这件事 已经不再是刚需 跟人闲聊所花费的咖啡钱 能买到你想知道的一切 还不算两人对着山花开 一杯一杯负一杯所耗费的时间成本 齐格蒙特鲍曼的书流动的现代性里说到 购物已经不只是指购买食物 鞋子汽车什么的 如今我们什么都能买到 购买赢得心爱人的爱情 而又能在爱情褪色 关系不合时 能以最小的代价来终结这种结合的方法 购买那些令人垂涎三尺的食物 和最为有效的能消除吃了它们 而引起副作用的减肥方法 购买音量最大的音响和最有疗效的头痛片 瞧瞧吧 有啥好聊的呢 你还没开口 对方在手机APP上一划啦 啥都知道了 第二段里引用了一句很美的诗句 两人对着山花开 一杯一杯负一杯 这首诗是中国唐代的 著名诗人李白写的 名字叫山中与幽人对着 全文有四句 我们请Zik给我们大家朗诵一下 两人对着山花开 一杯一杯负一杯 我醉欲眠亲且去 明朝有意抱情来 我再来解释一下这四句的意思 我们两人在盛开的山花丛中对饮 一杯又一杯 真是乐开怀 我喝醉想要睡觉 宁可自行离开 如果余兴未尽 明天早晨抱着情再来 这句诗用在这里 是表示在古代 人们会花会大量的时间来面对面的交谈 他们喝酒 谈情 聊天 联络感情 这里要说的是 对于富有感情和人性的人类来说 最最健康 有意义的活动 是与活人的互动 而不是抱着手机玩玩玩 哪怕手机功耗上的内容又丰富又有趣 可是因为科技的发展 智能手机的普及 我们与人人的交流越来越少 于是人就会产生很多心理问题 也就是说 现在人的很多心理问题 是由于科技发展带来的 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现在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这一篇文章写的是 手机给人性带来的干扰和困惑 使得人们不再喜欢面对面的交流 而过多依赖手机 然而手机是把双刃键 一方面可以获取知识 方便社交 一方面也会导致人们之间深刻的联系 和交流变少 使得人情未淡漠 甚至人与人之间 也会变得冷漠和疏离 我挺同意这篇文章的说法 你呢? 我也很同意 那我们就让中文播客的听友 你们自己来决定这篇文章的好坏 谢谢收听 我们下次见 再见 再见 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4084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 slash 4084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 slash 4084 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